恭喜KID退伍 沒想到十三日才剛退伍 外面就有超硬挑戰 等著他 我的節目就叫我先不要回家 然後就等於說 15號他們要來接我 第一個任務就是 叫我用走的回台北 所以我等於是 昨天凌晨兩點半 才正式到自己的家裡這樣 所以 是一個震撼教育 覺得說 好久沒有錄影了 然後一錄影 就是這樣子可怕的一個挑戰 我是覺得 本來還蠻想要趕快衝回演藝圈的 但是 可以讓我休息一下嗎 工作量上有維持還是稍微的緊張 其實都一直有維持 然後甚至有增加 那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開心的事情 因為在當兵的期間 一直很擔心說 退伍會不會沒有人理我了 像今天看到的這個 很多大哥大姐們拿著攝影機 很緊張 太久沒有接觸媒體 謝謝你們還認識我 然後謝謝你們還願意過來 我的記者會 這樣子 感情真的是完全空白 當便這段時間 真的沒辦法交女朋友 接下來我會好好努力的好不好 好好的就是 找一個適合的女生 怎樣的條件 要一起可以出去玩啊 然後 當然就是可以照顧我 因為其實我現在就是 我覺得我有點老 一頭的在栽入在工作上面 所以我希望說 比如說在家裡的時候 他可以照顧我這樣子 這還蠻重要的 所以你真的全程用走的 我們中間其實到 一開始他們真的蠻魔鬼的 就是我們是全程用走的 大概從南投的草屯 走到台中快到苗栗 因為畢竟節目嘛 他們還是會丟一些骰子啊 跟我們做一些關卡 所以 還是有給我們一些交通工具 我們真的跟小鬼太隨了 就是我 拿到的那個交通工具是腳踏車 結果一拿到之後 一個三公里的上坡 小鬼第一次說 KID 我真的不行了 然後我們就說 好 鬼哥 那我們下車 我們用走的牽車 然後我就一下車之後 我們發現我們用走的也不行 然後我們就直接 彈在路邊這樣 超痛苦 對 你願意回去當被子是不是 不要開玩笑 節目小我真的不想回去 但是我跟妳說 是剛看到妳去 他很開心耶 很期待我回來的感覺 真的嗎 所以他 在我們走路的過程中 他因為很想看到我 陪我走 那個關卡設計是他不用走 但他陪我走了快十公里 然後騎腳踏車 騎了也快十五公里這樣子 他很需要我 對 他現在很需要我的溫暖 那妳是不是有變胖 欸 我跟妳說 我真的有變瘦 哪裡 就是妳 是不是看到我是因為 我昨天太晚睡太累 所以有點水腫 進去 當兵前是 七十九 快八十嘛 那 我現在出來的時候 昨天 真的是有錄影存證 七十 七十七十二這樣子 現在現場看 是不是真的有比較瘦 沒有 有啦 有啦 真的有啦 那是因為妳之前沒有看到我 妳不知道我之前有多走 他最近一次女生對妳做過 讓妳其實這種事嗎 我講真的 就是我真的最近沒有什麼女生的朋友 真的最近所有的朋友都是 我的替代役的這些兄弟們這樣 然後他們其實對我做的貼心的事情 比很多女生還要貼心 小燕一直都有聯絡 就是 但是我們都是以朋友 像她開店 我會祝福她 然後像我現在回歸了 她也會傳訊 給我說 加油這樣子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